文學學者楊宗翰熱情喊出 那個男人做到了 那個男人指的就是台北市長蒋萬安 日前宣布台北文學館 將設立於台北自來水事業處 興建大樓公館大樓 預定2027年底開館 文學界呼籲多年的台北文學館 終於有著落 我想這一路走來非常不容易 筹劃了非常長一段時間 當然當我接到所有文學界 各位前輩們深深期盼 能夠在台北有一座台北文學館 我們非常重視 也一直很努力的在選定適合的地方 今天我們選在台北市的算成安區 其實是有原因 因為在這邊 其實算台北市 我們文化教育發展的重心 也就是很多文化或是文學作品的創作權源 其實就來自我們巷弄間 老書間 老建築 以及市民日常的生活當中 當然 其實附近也有出版社 更重要 有台大和師大 兩所具有指標性的文學相關的系統 舉例來講 包括我們的大文學家 台進隆就曾經是我們台大中文系的系主人 在師大 梁石秋老師也曾經是我們師大文學院的院長 而兩位也都不約而同在1984年 得到國家文藝獎 所以他們對於台灣的文學也都有巨大的貢獻 文化是城市的靈魂 所以今年剛好是台北市建成140週年 我們也發現有很多經典的文化或文學的作品 其實都在過去這段期間 這片土地上孕育產生 包括跟台北西西相關 白鮮勇的台北人 王欣文以基專案為場景的嘉辯 還有包括焦童老師 他所寫的《衛到台北的舊城區》等等這些 其實都記載在台北所發生 所有的故事歷史的脈絡 多元於包容的特質 台北文學館 我想未來我們預期是在2027年 就會正式的對外開館 我們非常的期待 也謝謝這當中所有付出努力的 每一位前輩、好朋友、每一位夥伴 我們也非常謝謝台灣文學館 陳館長也有參與協助規劃 因為我們也在思考怎麼樣 讓未來我們的台北文學館 跟台灣文學館的台北分館 有一個區隔 如果用兩句話形容過去這幾年 我的心情就是眾裡尋他千百度 還有踏破鐵鞋無密處 但是我今天的心情 卻用另外兩句話來代替 山窮水盡已五路 柳暗花明又一春 就是我現在心情的寫照 感謝市長見及旅集 感謝局長及文化局的所有同仁 對這件事情的奔波努力 更感謝自來水處的辦處長 我再借用在十二號清晨 在加拿大過世的詩人雅璇的一句話 他曾經說 文學不應只是少數文學人口的奢侈品 應該是全民生活的必需品 我想我們往這個目標前進 也往這個方向努力 也希望大家繼續給我們鼓勵 蔣萬安強調文化是城市的靈魂 台北市今年適逢建成140週年 這片土地孕育了許多經典文學作品 記錄了台北的歷史與故事 這場文學界喜事宣告記者會 現場來了相當多作家 文學界出版界代表期待成果 那就是在2008到2009年之間 有一次封姐一聲號召 就找到了文壇的作家還有學者 我們一起去面見了當時的文化局長 李永平女士 我們非常懇切地 也非常慷慨激昂地告訴她 為什麼台北這麼需要一座文學館 我那天真的講到自己都感動了都快要哭了 我以為事情應該可以成功了 結果沒有想到就這樣過了15年 真的是只聽到樓梯想沒見到人下來 而在這15年之間 跟我們一起同在座上的 我非常尊敬的酒歌出版社的 蔡文鳳 蔡先生 他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 而台灣大學的柯慶明 柯教授也離開了這個世界 當初我們去請願的時候 我還是個終生代作家呢 如今再過了不多久 我也要臨近勞卡了 有時候我也忍不住地想 難道連我也看不到這一天嗎 結果沒有想到這一天好像真的就快要到了 我想作為當年的15年前的請願團的議員 這樣的經歷就讓我今天能夠有這個榮幸 這麼僥幸的可以站在台上 代表作家們支持 我覺得一個城市的博物館 當然它可以表現出這個城市的物質的文明 而一個城市的文學館 它讓我們看到的是一個 非物質的一座城市的文化的底蕊 台灣這麼小 我覺得不管是哪一個城市或鄉鎮的作家 必定都有在台灣生活過的經驗 而這些經驗必定都會對他們的創作發生影響 而這些創作的影響又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台灣人 甚至於是全世界的華人 所以今天能夠看到台灣文學館真的 不是文學館 文學館真的要成立了 我真的覺得內心非常的激動 非常的澎湃 所以真的也非常非常的感謝市長 謝謝局長 謝謝議員 謝謝每一位在這條道路上面努力過的 文學的先進長輩與師長們 市府在今年10月成立台北文學館籌備委員會 並於家和新村的時光屋成立台北文學館籌備處 展出讀台北附寫一座城市的練習展覽 與民眾一起思索閱讀台北 記者問台北報導 評論一下 旅行 足跡 謝謝